桃园龟山超商店员因为劝导客人戴口罩遭到刺杀 痛下杀手的奖性嫌犯由于涉犯了杀人罪 检察官在昨天晚间向法院来生压获准 今天上午店员的爸爸跟姐姐都来到了殡仪馆 等待法医解剖离情死因 爸爸痛心地说一个小孩养到30岁就这样被杀掉 希望社会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而超商店员劝戴口罩引来杀机 莱尔夫开了第一枪 即日起不再提醒规劝未戴口罩的民众 没等到直大夜班的儿子下班回家 反而接获二号爸爸忍不住哽咽 痛失独子的爸爸常忍悲伤 得游人搀扶才能走入殡仪馆 殡仪馆外头有民众放话哀悼 22号上午检察官会同法医解剖遗体离情死因 初步发现死者左胸遭刺四刀 由于穿刺心脏导致身亡 而痛下毒手的匠性指模型艺术家 21号晚间深压获诊 法官讯问后认为依照眷内的事证 确实可以认定被告犯嫌是重大的 而且被告所犯的话是杀人罪 然后本件也有相当理由认为被告有逃亡之余 桃园地院指出 蒋性嫌犯不否认持刀刺杀被害人 声称因为罹患精神疾病 长期在神行科看诊 并服用精神科药物 因此案发当时记忆很片段 只有琐碎的扭打厮杀印象 表示虽然知道有杀人 但感觉不到自己杀人 只记得有刺被害人 但不知道是怎么刺的 由于蒋性男子设犯罪亲本行 为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重罪 考量重罪常有逃亡可能 因此裁定羁押但不禁见 桃园归山这处社区传出命案 邻居都不敢置信 蒋性嫌犯家没人一门 网络上还流传一份超商总公司的内部信 下令大业同仁不再强制宣导 和提醒顾客佩戴口罩 以保护自身安全 对此超商没正面回应 强调内部有作业规范 避免跟消费者起纠纷 将持续宣导保护自身安全为优先 建筑长团报道 因为劝导民众戴上口罩 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频传 从九月底累积至今 已经有四起了 引发了社会的关切 也有人提出了是不是可以 不要由超商店员来规劝 或是等到疫苗覆盖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口罩令是不是可以松绑 不过卫副部长陈时中认为 戴口罩政策暂时不会有所改变 劝导则是以自身安全为第一考量 不过不凭声浪持续的发酵 有民众是涌进了总统的脸书留言 引发了舆论评济 只不过规劝民众戴口罩超商店员就被刺杀 因为口罩政策让超商店员屡遭攻击 有人提出随着疫苗普及率提高 口罩链是否能松绑 指挥官陈时中有所保留 戴口罩的政策大概暂时不会有所改变 劝导戴口罩 其实还是要以自身的安全做第一个考量 陈时中要规劝者以自身安全为第一考量 也有人认为那是不是店员就不要负责规劝 就不会引来杀身之祸 内政部则为此提出希望提高见警率 出动警察加强夜间对超商的巡逻工作 不满声浪也让蔡总统脸书被灌爆 有网友批评整天搞公投 超商案一句都不提 也有人问若劝人戴口罩会被杀吗 引发舆论踏罚 相同的高度应该是这样子 而不应该每天只想的 心里面想的是政治 绝对都是有在关心 而且掌握应该要怎么去做一些防治 甚至应该横向的部分处理 这都有出现了小编 PO上的活动的照片 而造成了所有的误解 因戴口罩争议引发暴力冲突 接连发生 民众只盼人身安全获得保障 不是只能自求多福 节目这样会成台报道 王品集团旗下餐厅惊传各自外泄 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发文指控 自己日前到台东的品田牧场用餐 前几天却接到了假冒客服的诈骗电话 对方洋装说要退还餐费 还明确说出他的用餐时间 餐点金额 让他质疑各自遭到了外泄 炮轰王品集团的自安出了包 对此餐厅粉砖上只把集团4月贴出的防诈骗贴文置顶 强调集团不会以电话来询问信用卡的资料 或用电话刷退 呼吁消费者不要相信诈骗电话 猪排果上面一炸的金黄酥脆 王品集团旗下主打评价日式猪排餐厅深受民众所爱 不过近来却传出各自外泄 受害者还是前桃园市议员王浩宇 8月6号的时候就是开放内用的前几天 我就到台东的这个品田牧场用餐 那用餐之后其实过了三个月 其实都没有任何的联络 但是在我刚到高雄的前几天 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说说用餐铭记王浩宇说 先前趁着解封到台东品田牧场用餐 时隔三个月却接到诈骗电话 对方先是假冒客服 询问用餐满意度 接着却说当时刷卡 刷错套餐要退还餐费 就连用餐时间餐点金额 对方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让王浩宇指控个资遭到外泄 泡红网品资安不OK 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它的个资包含了连用餐的内容 都外泄给诈骗集团 我觉得网品集团应该要公开的说明 而且要跟消费者道歉 被点名出面说明道歉 但出包的网品集团 只在粉专上 把四月份的防诈骗声明置顶 强调集团不会电话询问金融资讯 也不会要求电话刷退 请民众接货诈骗电话尽速报警 只是个资到外泄的受害者 恐怕不止王浩宇一人 网友留言 尽情去网品消费也有接到电话 也说系统外包的话 个资容易外泄 网品身为餐饮界龙头 无论是否为委外公司出包 势必得严加管理 吉捕资恩破网 这两个人想谈到报道 一人大S跟中国富商 汪小飞屡传婚变 近期被周刊爆料 大S已经向法院诉请离婚 有消息传出两人 除了据少离多之外 今年6月 汪小飞在微博上发文的 《汉奸论》 疑似就是大S诉请离婚的导火线吗 据传台北地院家世亭 将针对夫妻俩 近9亿元的资产 还有子女日后的规划 来进行调解 另外也有网友发现 2018年中国的实境节目上 当年节目里的三对夫妻 即将红结扶冤爱之后 大S跟汪小飞是第二对 传出婚变的夫妻 也让网友直呼 这节目有魔咒 实境节目中 展现夫妻日常 大S和汪小飞镜头前秀恩爱 恐怕成追忆 老人屡传婚变 如今有共同朋友爆料 大S在11月初时 已经向法院诉请离婚 你们很后悔娶到我啊 大家都挺好的 大S的送命题 让汪小飞不知所措 2018年的中国实境节目 幸福三重奏 曾邀请张宏杰 扶冤爱大S汪小飞 及陈建斌等三对明星夫妻拍摄 但现在就有两对 因为婚姻决裂走上法院 也让部分网友直呼 节目有魔咒 大S和中国富商汪小飞 是在2010年9月相识 接着两个月后就闪电结婚 2014年到2016年之间 儿女相继出生 一家四口 看似幸福美满 但后来因为大S夫妻两经常分隔 台湾和中国两地 汪小飞在社群发文又时常引发争议 有传言说 6月汪小飞在微博发表的汉奸论 疑似就是大S宿请离婚的导火线 据传台北地院家世亭将针对大S名下 近6亿元的豪宅 以及汪小飞以大S的名字 在台北开售的饭店S Hotel 共9亿元的资产 还有子女日后的规划进行协商调解 大S和汪小飞10年的婚姻 真的就此告吹了吗 还得等双方证实对外公告 觉得这种报道